我們很歡迎大家一齊來查《聖經》 我們今次開始查《雅國書》第一章開始 我傳了一個資料關於《雅國書》的背景 那個背景我不詳細說了 但我只要簡單說其中一點 一點重要就是《雅國書》的重點、特色 它可以說是對於《恩信清義》一個補充 不是對抗,不要搞錯,不是對抗,是補充 因為《聖經》有說到《恩信清義》 其實《羅馬書》和《加勒泰書》 都還要說《恩信清義》的經文 是否《聖經》說《恩信清義》沒有行為呢? 其實不是的 在《羅馬書》也很清楚說到 第六章說到 如果我們有《清義》,是否可以犯罪呢? 叫《恩典》更加顯多呢? 第六章就回答這個問題 就說不是 你信耶穌就可以隨意犯罪了 但是《雅國書》就特別補充這一點 就說到基督徒很多方面的行為上的改變 就是說我們有信心 如何有行為顯露出來 這個作者有兩個可能的雅國 一個就是耶穌的門徒雅國 雅國約翰的雅國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耶穌的弟弟雅國 多數人認為就是耶穌的弟弟 因為另一個雅國很早已經殉道 所以這個很大可能就是耶穌的弟兄 而我們發覺的經文是比較很多基督徒的行為 應該怎樣做法的 我自己看的時候都發覺 在裡面看到神的屬性就會更加會欣賞這個經文 我們一起讀第一章第一到四節先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徒人的雅國 請散住十二個支派的主人的安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歡事年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當成功 使你們成全原備毫無缺欠 OK 這裡講到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我們看到雅國的對象主要是向什麼人 由這裡 散住在... 主要是向以色列人 猶太呢 是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其中一個支派 不過因為... 這一點歷史 大家知道以前以色列分裂為 北國南國 有沒有這個印象? 北國南國 北國一早就滅了國 後來南國剩下的是 猶大支派和便雅敏之派 因為裡面猶太人多 所以... 南國也叫做猶大 所以... 後來的... 以色列人都叫做猶太人 但其實... 不是個個都是猶太人 譬如... 保羅他自己說 他自己是便雅敏之派 就是說他自己的背景 所以... 這裡講到是十二個支派 散住地方 所以他是以色列人 我們看看下面那裡 我們... 我們就說 開始用字面來演繹經文 我想請你開始 第二節 我的弟兄妹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 你們落在各樣的患難、困難入面 你們都要... 因為是大起下來的 OK 好 第二節就差不多了 這樣... 我們都... 我們在這裡用的方法 很簡單的 就是... 首先是字面的意思 第二就是... 看看有什麼重點字 然後在經文裡面 找一些重點的意思裡面 你可不可以... 你或者其他人說說 裡面有什麼重點字 在這裡 我覺得是落 落字 是... OK 你說一下為什麼落字 是一個重點字 就是... 有些被動性的 OK 不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是被動 在這個發言裡面 OK 有人呢... 是被動的 進入一些這樣的試練 OK 好 另外的... 好像自己一種困難 好 另外還有什麼重點字 試練 試練 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試練 對於... 就是... 對整個... 這個到呢 你是真正的 你經歷到... 走著這個到 OK 以至於... 當中你會經過很多 自己的... 一樣 看看自己 OK 試練和試探是不同的 大家可否說一下試練和試探的分別是什麼 試練呢 英文就是trial 試探就是temptation 試練呢... 是會提升人的 會令到你進步 但試探呢... 是講... 六比亞國書那裡十三章都有講過 十三節 對 有講過是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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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私慾 是... 自己的私慾 而不是純了試探 OK 好 非常好 阿Cat 早前傳了一個... PDF給我 他把第一章呢... 整理好他的... presentation 他就將他分析 這個... 他很勤力 很有心做這件事 試探呢 就是人的私慾 就是帶來的 有些引誘 是吧 引誘 但是... 試練是甚麼呢? trial 磨練 對,磨練 就是困難的情況 我們有些困難的情況 譬如有些甚麼磨練呢? 在你今天的情況 有些甚麼可能的磨練呢? 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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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大就會令到個人 對於信仰 會有甚麼可能的反應呢? 離棄 是的 會離棄 不知道神幫不幫到 很多時候都會想 死了,神何時幫我呢? 神會不會幫我呢? 神是否... 神是否... 都不是很關心我們呢? 就是會有這些面頭出來 有些困難的時候 OK,好 好了,試練 接著還有些甚麼重點字? 大喜樂 大喜樂 這裡特別說大喜樂 你可以說一下這個... 即是... 即不是普通的喜樂 是super的喜樂 是的 是很大的喜樂 好了 人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何在試練中可以大喜樂? 因為得成 因為得成 OK 可能有很多原因 大家試想想一下 有甚麼大喜樂 其實我給你一個提示 由神的屬性 是可以找到一個好的答案 神的屬性 在網上你可以找到 法人神屬性 查經法和講道法 那為甚麼 這個查經法很好呢? 就是因為 當我們知道神的美善 他多麼美好 多麼... 祝福我們 心裏如何憐憫 這是屬性 它是憐憫 接立 也包括聖結 光明 也包括能力 智慧 全面性 關於神的事 是有恩典的方面 也有律法 即是聖結 公義 好 在這裏 讓大家想一想 大試煉 有試煉 如何可以大喜樂 有甚麼原因 因為神會給恩典 是的 因為神會給恩典 這個呢 去回神的屬性 是甚麼 祂呢 如何屬性 由祂會給大恩典 你可以大聲說嗎 不要緊的 放心 OK的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在試煉裏 其實 我們很需要神的恩典 其實祂給這個試煉我們 祂亦都會給恩典我們 OK 好 祂會給恩典我們 這個祂會做 但祂的聖情是甚麼 你去想聖情 是愛 祂的聖情是愛 另外 在試煉的時候 試煉在神的手中 在神的手中 神的屬性是甚麼 在這方面 就是祂甚麼都掌管了 在試煉 人很容易這樣想 死吧 被人炒鱿魚 被人逼拔 神將來有一天 被人逼拔捉去坐牢 被家人機笑 這些就是試煉了 在試煉的時候 容易起落嗎 不容易 所以一定要找回神的本性才能起落 在你受迫伯 被人機笑 迫害的時候 有甚麼神的屬性 是讓我們有安全感 以至可以有起落 拯救 祂會拯救 祂的聖 祂的聖 祂很想拯救我們 這是其一 還有其他 大家可以一起想想 是 祂有能力 是的 祂有能力 因為祂很愛也好 祂沒有能力 不行 祂有能力 一切都在掌管 是的 在祂掌管 祂知道了 所以我們受試煉的時候 其實神知不知道 知道 甚麼時候知道呢 一早知道 在永恆 我們未出世已經知道了 祂知道了的時候 祂會有甚麼準備 幫助 隨時的幫助 和恩典 是的 祂隨時的幫助和恩典 祂已經一早計劃了 所以我們有信心的時候 哇 我受迫伯 這件事 真的有信心才能做到 被迫伯的時候 你即是說 神是掌管的 還有神知道我另一件事 是屬性 祂知道我受苦 我為祂受苦 我為祂忠心 神很歡喜的 這件事不容易 你想想 你剛才被迫伯 有些困難的時候 你會不會在那時 神掌管 神知道了 總之我心是純正 跟從神 神就歡喜了 容易嗎 不容易 所以我們培養到 神屬性的茶經法 如果我們熟悉 有甚麼好處呢 我知道 我今天發生的事 神一早知道了 祂已經有計劃 我受迫伯 神都知道了 所以祂看到我受苦 祂看到我依靠祂 神的心會怎樣 祂看到我依靠祂 祂會有甚麼反應 歡喜 歡喜 很開心 這也是我教導 互動的討告 互動的行動 甚麼意思呢 正如說 我們親近神 我們向神讚美 獻上感謝 神就喜悅 聖過我們獻上公牛 獻上一切禮物 神很喜歡 還有行動 我們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神就怎樣 耶穌不能不能賞次 即是我們做任何事合乎神 神就很歡喜 這就是信心 甚麼是信心 神說了 我就相信 神應許 我就相信 神應許了 他會這樣反應 我就相信 於是 我就怎樣 我受迫伯仇 這個不容易 我們一定要 首先有這個教導 然後就懂得 以後有迫伯的時候 去用 譬如被同事機笑 被家人說 我們 我們的心依然是平靜安穩 另一種反應是甚麼 不平靜安穩的反應 另一種相反是甚麼 窩窩窩窩 對 發脾氣 猛症 甚麼時候 神寬不寬理 神不寬理 但如果心說 神掌管 一定是有 認識神才有這種力量 神掌管 神會紀念 神會上次 於是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神就很寬理 是否更加容易有力量 這就是信心 神關〜 除了自然 耶穌也諸 有信心 有兩個例子 大家記不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 摸耶稣 他的信救了你 这也可以算是 我先想到两个人 两个人直接称赞 因为你的信救了你 也能说到他有信心 摸耶稣的12年缺留的妇人 还有哪个人是耶稣特别称赞的 白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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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仆人病了 他的仆人在家病了 他的仆人病了 白夫长想请耶稣 告诉主人耶稣 我的仆人病了 耶稣很爽快地说 我去医治他 他说你不用去 他说你不用去都可以 因为他相信什么 耶稣说 我有人肯我拳下 我叫他去就去 叫他回就回 就是暗示什么 耶稣说 做什么成就 立刻就成就 所以他是根据 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属性 他就很相信 另外就是那个 嘉南的妇人 嘉南的妇人 她说 狗都吃 主人出之下 下来的衰渣 因为那些 那个妇人 求耶稣医 这个妇人 他说 依他的女儿 有邪 但是耶稣 很特别的时候 耶稣不是普通的回答 耶稣说 不要把那些食物给狗 不要给女儿的食物给狗 耶稣会说这句话 比较特别 我觉得耶稣 他是知道这个妇人有信心 他是知道他会怎么回答的 他说出一个真理 是我们不配 是不是真理 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子女 是不配的 但是神就接立我们成为神的子女 所以是不配的 但是这个妇人有信心 我不配也好 你那些碎渣掉下来 我也会成 耶稣就称赞他的信心 他有什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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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碎渣都很好 神的恩典很好 其实这两个人都是相信 伯父长相信耶稣的权柄 这个妇人相信什么 神的能力和恩典是很好 当我们触实圣经的应许 他就有信心 神给我们这个教导 就是说 既然神答应了 我们亲近的他就欢喜 所以我们亲近的他就立即 告诉他 神现在很欢喜 我希望大家有做这件事 互动的祷告 大家有没有 一祈祷的时候 感谢神现在很欢喜 多谢天父 多谢你 多谢你这么欢喜 不是我们可以配得 而是我多谢耶稣这么欢喜 这是互动的祷告 就会令到我们很有信心 好了 说回受试念的时候 受试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路说什么呢 一路说什么呢 大家说回 有大喜乐 有大喜乐 为什么有大喜乐呢 因为神是掌管的 神是有能力的 还有呢 他知道我为他受苦 而我坚定依靠他 神就会很欢喜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当我们相信神的属性 是不是更加容易起落 神现在很开心 他又会想赐我加我力量 我都想过将来受逼迫 真的有时候有些逼迫 不是小事的 我们现在受的逼迫 比较少 被家人说那些就是小事 被人拒绝那些就是小事 但将来那些真的可以 是很残酷的刑罰 是很残酷的刑罰 但在那时候我就会相信 神会给额外的恩典 我已经心理上预备了 其实现在也有些基督徒 在这个世上受这些苦 不是等到大灾难 现在有些基督徒都在受这些苦 如果真的我们有一天受这些苦 我们都会说 神已经知道了 神已经定义祝福我 我能够在这个事念中大起落 容易吗 那我们可以有些什么准备工作 我现在形容了 这个经文其实很好 这个经文就是 受迫伯的时候可以大起落 有些什么可以准备工作 预备我们将来受迫伯的时候 都能够有起落 有些什么准备工作 今天可以做得到的 预备了 预备是有这个可能 是的 第一就是预备了 除了之外 还有很多 认识神的属性 是的 他经常都看着我 经常都关心我 经常都想帮我 还有什么呢 神迹 神迹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神可以有神迹 医治我们 给力量我们 其实你说的全是对的 我问你的意思 不是说你不对 是我想你们去动一下脑根 再找多些 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预备好自己 其中一个可以有帮助的 互动的吐告 互动的行动 互动的行动 可以怎样用法 来预备将来呢 互动的吐告 互动的行动 怎样可以帮助我们 将来预备 面对这些事念呢 是否相信神 相信神如果是 无论 像子弹以来 无论是有神戚 或是没有神戚 都相信祂是爱我们的 是的 即不是一定 可能未必真的救 可能真的想到 但是知道 就算发生这件事 都不等于神不爱我们 是的 OK 这就是相信困难 不代表神还我们 互动的吐告 是日日可以操练 如何操练 起床 多谢耶稣 立刻说 神现在很欢喜 当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 我坚定 仍然祝福祂 为祂祈祷 要祝祂 神现在就欢喜了 习惯这种思维 我不知道 我们有几个 现在天天都在做这个 因为我们在这里 已经教了一段时间 就是互动的吐告 互动即是什么呢 interactive 你正在做的时候 神就正在做 即我深信神看着 神就很欢喜 神就有祝福 这是根据圣经 因为圣经说了 我们做什么行动 他又回应圣经说了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这个不是叶牧师的教导 这个是神的教导 但我就在圣经里找到这个教导 而我发觉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因为我试过受 事怜受迫伯 被人讲一些不好的说话 其實最近我也有,我堅決做我應該做的事, 我堅決祝福祂,我持久祝福,祝福憐憫, 經常想好的在祂身上發生,我經常祝福的時候, 我會說神是歡喜的,神一定會興起愛祂的人, 我就深信神一定會興起愛祂的人, 我走完整個路,沒有人能夠難阻, 我一直堅定相信,心就穩定了, 大家可不可以試一下,這個神應用, 大家有沒有面對困難, 我們查了經文,雖然很少, 但我想說,有些人只用律法來推動祂起樂, 有試練也要笑,有試練也要感謝神, 只是這樣的時候,好像缺乏了原因, 而你又知道神的屬性, 你就知道原因,為何還可以笑, 有些人會說,有沒有搞錯, 你被人逼迫,被人打,被人拒絕, 被人拒絕,你還在起樂, 但我們有個原因, 因為我知道神的屬性這麼美, 於是我知道神的屬性一早預備, 一早有計劃, 所以下次,當你被人說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有平安喜樂, 輕輕鬆鬆,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Cat, 我找你做一個例子, 是 因為你已經跟我們分享過, 你有些面對的困難, 下一次如果你的某些人, 不說什麼人, 有些人就在說你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應用這樣的經文, 去幫你自己呢? 我自己看到一段經文, 就是這樣的, 我幫我經文, 我會跟自己說, 雖然是受很多試煉, 但是是榮耀神的, 有一段經文在羅馬書, 我忘記了, 但羅馬書… OK,不要緊,不要緊, 是 即是他有廣道理, 雖然是受很多試煉, 但是你自己是為了擁忍神, 那我就說一句, 我都代做我自己的事, 我都是盡我工作的責任, 我根本都不需要理會別人的事, 那他越是針對我, 我更加愈是開心給他看, 因為要讓他知道, 我人不受害影響, 是, 即是被人迫伯的時候, 都在說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那人就會輕盛, 就會平安, 就會有力量, 大家還想想到一些情況, 你們在面對的情況, 在一個困難的時候, 立刻相信神在愛你, 幫你, 我有原因可以喜樂, 不僅是說我有原因平安, 我有原因喜樂, 因為神會喜樂的原因是什麼呢? 當我這樣倚靠神, 神就很歡喜, 所以我可以開心, 和神會賞賜, 有今生和來生的賞賜, 這個信心就令我們喜樂, 大家想不想到一些例子? 這個是需要刻意做的, 刻意做, 即是說, 譬如有人真的做一些事, 說一些說話去攻擊的時候, 即時去告訴自己, 我依然祝福他, 我憐憫他, 因為他其實是受了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人, 因為他傷害人的人, 都是受了很多傷害的, 於是我就憐憫他, 我為他祝福他, 我祝福他, 神就很歡喜, 神就欣賞我, 神就祝福我, 這就是信心, 我便能夠喜樂, 因為神會紀念我今次, 我如何依靠祂, 和祂得利, 這就是我今日經文所講的應用, 好, 我們看看第三節, 跟著你講講第三節, 是, 第三節, 是, 意思就是說, 我們, 我們要知道, 我們那個信心, 是, 要經過試驗的, 而且呢, 就會, 會懂得忍耐, 第三節, 是, OK, 講完第四節, 因為我們, 講完這一段, 但是忍耐呢, 就要成功, 這樣才可以, 成為, 成為元氣, 成全元氣, 無無缺欠, 好, 在這個經文, 就講到, 就講到, 經過試驗的時候, 我們就會生忍來, 即是說生出, 怎樣生出忍來, 我們試試明白這個經文, 怎樣生出忍來, 禁後神那段期間, 神後神幫了, 學習忍耐, 以及忍耐受那些, 那些迫白的情況, 即那些苦的情況, OK, 這裡說你們的信心, 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即是信心, 一路試驗時 就會生出忍耐出來 那怎樣生出忍耐出來呢 之前那個落是被動的 這個忍耐是主動的 你是由挑戰式去面對這個情況 不是說好像沒辦法 因為你有喜樂 你就可以有一個正面的看到 你剛才說喜樂是被動的 不是不是 落在那個試煉中是被動的 這個忍耐是主動的 因為有喜樂幫助 我會覺得這個經文就是 當一個人在信心受試驗的時候 譬如你試過一次人家說我們 我們都依靠神 神是喜樂的 我依靠神 我感謝神 我又祝福祂 我有喜樂 當我們經過一次 兩次 五次 十次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忍耐 下一次有人說我們 我們就不會那麼緊張 我覺得他的經文意思是這樣 就是會操練我們的性格 在屬神裡面的忍耐 神裡面的成熟就會生出一種成熟的性格出來 在患難中 患難都有兩種反應 一種反應就是生忍耐 但是如果人不信靠神 患難可以生什麼呢 埋怨 但如果我們願意靠神 就會生忍耐 就會越來越能夠有耐性 那這種耐性呢 耐性是否代表很辛苦呢 不是 因為上面的經文說到是喜樂的 因為有喜樂 而當人家迫迫我們的時候 依然有這種力量 能夠有忍耐 那神的屬性在這裡是什麼呢 神是會持久幫我們的 所以我能夠在一切的患難中 我堅持忍耐的時候 神一定會起源 那我就觸實神這種屬性了 他一定會欣賞 一定會加力量給我們 一定會賞賜 於是我的信心就堅持了 其實基督徒的性格經過考驗是很美麗的 有些基督徒 我想問大家 是否一定成功的基督徒 成功我不是指示奉 只是他有些做一些成功的人 是否一定他的聖情一定是美好的呢 或者恩賜很強的人 是否一定他的聖情是美好的呢 不一定的 有些人恩賜好 但是他的聖情是不好的 如何有聖情呢 好的聖情呢 就是這個聖情是時事 都是祝福人 祝福人 祝福人 有神的喜樂 經常都是我如何討好神 做神歡這件事 心就變成很單純 這種單純的心 是我很想大家都追求的 因為就不是追求我要成功 因為有些人要追求成功 就是說我恩賜夠強 我帶到很多人信主 那是好的 帶人信主是好的 不過一跨擾的時候就不好了 所以我們追求就是怎樣呢 性格是經常都喜樂感恩 而呢 幾多患難都好 我都依然忍耐有力量 所以這個 雅各書所說的這種聖情 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聖情 基督徒經得起考驗是很美好的 但是如果基督徒 大家認不認識基督徒 是很慘的 經常都很慘 很辛苦 沒有忍耐 不能夠忍耐 因為經不起考驗 有沒有這樣的基督徒呢 大敗 為什麼有兩條路呢 為什麼有兩條路呢 為什麼一條路的人那麼忍耐 為什麼一條路的人那麼埋怨 忽怨和苦毒為何會這樣呢 原因在哪裏呢 因為他們不了解神的屬性 沒有觸實神的屬性 還有一隻 自己的傷害是否很深 他讓那些傷害入了心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受的傷害 這裡有沒有人沒有受的傷害 不過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處理 如果處理了是否鬆 但沒有處理 所以人們就苦毒了 被人傷害 罵了一路 幾種反應 一種是很生氣 第二種是很苦 很苦 很慘 都是一種不良的後果 人們就沒有喜樂 但如果人們經過試煉 忍耐又有喜樂 是否好像精金那麽美 聖經說到 信心經過試煉 就好像精金那麽美 所以我們看這段經文說到 這種經過試煉的信心是很美麗的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幫我們應用這個經文 主要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的話語解開就有亮光 讓我們看到 真是在患難中 在試煉中 能夠有大喜樂 真是不容易的 但神你的心是憐憫我們 你的屬性是恩待我們 你是有一切的能力 你一定幫我們 求你幫助我們 隨時隨地 想著神歡喜我這樣做 我跟須神 神就歡喜了 我走神的路神就歡喜了 我就有信心 我知道神做事 我放心 神應許我放心 我就算受迫白 我都不會跌倒 我就不會軟弱 我會有力量 有喜樂 我就經過四年之後 信心就能夠生出忍耐 就能比精金更加寶貴 多謝主 靠你保佑我們的信心 多謝天父 亦都叫我們歡喜神的話語 用心去查口神的話語 在裡面發掘神的美好 亦都發掘我們可以怎樣做 來跟從神 成功 adventurous 何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